有名的市民大道燒烤一條街 消費者上門吃燒烤 但沒良心的燒烤業者 如果沒做好 有煙把關呢 從晚上營業開門做生意 到打烊時間 樓上的住戶飽受煙燻之苦 看看這些煙囪設計 既然都是網上排放 住在燒烤店樓上的首當其衝 大多燒烤店店面是在一二樓的 三樓住戶打開窗戶 煙囪就在他家窗口 現在連白色的窗台 都被尋到出現了點點黑色油斑 從下午開始 下面開始營業 我們就不能開窗子 從對話南路到鹽 集結這一整排上面 就有二十幾家的燒烤店 換句話說 這邊總共有七八十戶的居民 正在同時面臨著一整天 沒有辦法開窗戶的困擾 而市民大道四段住戶不滿 北市府環保局機查大隊 雖然從民國103年一整年 一共機查了1034店家 卻僅僅三家達到不合標準 累計開罰了110萬 而住戶質疑機查的門肯標準 到底在哪裡 他們都在像中間的分割島那邊去測量 可是這附近的所有燒烤店 幾乎煙方向都是往上衝 所以他們根本測不到 埃法的業者 根據北市環保局說法 已經達到改善 自稱花了60幾萬加裝水洗機 可以降低排出戶外的油煙味 而像這樣子 醬料沾得越多油煙越大 無煙燒烤桌可以從下面吸走油煙 或者在市面上有一種油煙分離機 從上面把油煙洗光光 排到水裡 經過水去洗乾淨那個油 那排放出來的話就沒有了 那最後是從這個後面排出來 大多的燒口業者做生意 也怕被左右鄰居投訴 不如多花一點錢 在設備上下功夫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